大家好 港股跌到一波一路 十個投資者、九個都會問 尤其是新經濟股 很多在上面跌了三四成 跌得很急 但當然跌是有原因 大家現在看財經新聞 或者財經報道都講完 我不花時間講了 問題是在這些之前 已經升到這麼高估值的股 突然間有一個 你說反壟斷法也好 你說美團效應也好 跌下來的話 沒那麼快會見到底 雖然很多大位就穿了 但是穿完一個大位 可以再穿另一個大位 所以要小心點 火中取率在這些環境裡 是高難度動作 我之前也說 五月最好都是吃花生 觀望一下算 所以現在只是說 五月中都未到 見到很多股跌下來 都是再等一等 等到何時呢 等到成交縮回頭 即是說 買賣兩閒的時候 股價定了在這裏 才再算 撈底最重要是看成交 尤其是跌下來的時候 成交一縮才買回頭 OK 買完之後 如果成交彈上去 你就會有虧食 如果買一些舊經濟股 好嗎 新經濟股跌得這麼傷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整個市 穿回28,000點這個位 和我之前的預期 26,000點又好像走近一步 如果你說 未來可能還有千多點的跌幅 那不是說 只是新經濟股遭漾 舊經濟股同樣都會跌的 所以同一個策略 就是說 等市再跌下去 成交一縮了的時候 才想想什麼股撈底 暫時不要輕舉妄動